高雄通法寺起见鱼兰盆法会 希望能够与往生的众生超生进度 民间风俗盛传7月15号是鬼门大开 二轨道通通会被释放 所以有明梢、金纸、杀身口来拜鬼神 故有社会人士误认为 在这一天是替亡者超度的日子 其实不然,这是共僧节 寺院举办鱼兰盆法会 共佛以及共僧 农历7月15号在佛门称之为佛欢喜日 与一般民间所称的中原意义不一样 佛欢喜日是说 在三个月的节下安居圆满之后 有不少的僧侣在此期间开悟精进 令佛非常的欢喜 在这一天供养开悟 或有修有学的僧众 依其功德超见回向往生父母 可令其超生 借由于兰盆法会 以及仰仗十方僧众的功德 得以超度往生父母脱离恶轨道 乃至度脱欺恃父母早日离苦得乐 也是尽大笑之道 是佛法中的慈悲与智慧 温暖力量的延伸 法界新闻许建议高雄报导 如果继续建议高雄线 词内容